进入八月份了,除了热浪,阳光,暑假,冷饮,你还能想到什么?拜托,当然是水果啊,夏天可是各类水果吃到爽的季节啊,西瓜,葡萄,桃子,羊米油,口水都要流下来了,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,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开始迫不及待,都准备尝尝鲜。 不过,在生活中葡萄也分为很多种颜色,而不同颜色的葡萄其功效与作用也不一样的哦,葡萄看似是毫不起眼的小果子,但是它的功效可是非常好的,吃不同颜色葡萄的后果一子葡萄害我们越来越年轻,紫葡萄越防衰老。 常见的紫葡萄,有巨峰,玫瑰香,功效,紫葡萄中复含有花青素和类黄铜,这两类物质都是强力抗氧化剂,对我们体内的自由基有很好的对抗和清除的功效。 作用,它在预防衰老的方面作用显著,不仅能减少皮肤上皱纹的产生,还可以害见老年人实力的退化。 而黑葡萄害我们总是精神百倍,黑葡萄环解疲劳,常见品种,黑啤。 功效,黑葡萄中的钾、铁、钙等框物质,都含量要高于其他颜色的葡萄。 这些框物质离子大多已有基酸盐形式存在,对维持人体的离子平衡有重要作用。 加一个老中医为信号,TOKME每天帮你保百卖。 作用,可有效抗疲劳,经常使用黑葡萄对人体的神经衰弱,疲劳过度等病症大有益处。 三红葡萄害的心血管病得到缓解,红葡萄软化血管,常见品种,红旗,空效,红葡萄含蜜软酶。 这种酶可以通过减缓动脉壁上胆固醇的堆积而保护心脏。 红软化血管,活血化运,防止血栓形成。 作用,对预防心血管病和中风很有益处,心血管病人已多使。 四白绿色葡萄害我们废弃杠杠的。 白绿色葡萄滋养废弃,常见品种,新疆麻奶葡萄,无和白葡萄。 功效,白绿色葡萄也称为无色葡萄,为输透湿偏青绿,成输后颜色发白。 白葡萄可补肺气,又软费功效。 作用,是和咳嗽,患呼吸系统疾病,及肤色不佳的人。 葡萄能比阿斯匹林更好的阻止血栓形成,并且能降低人体血清胆固醇水平,降低血小把的凝聚力,对预防心脑血管病有一定作用。 葡萄中的葡萄糖,有基酸,氨基酸,为生次对大脑神经有兴奋作用,尝试对神经散弱和过度疲劳者也有益处。 长期吸烟者可多吃葡萄,葡萄既可帮助肺部细胞排毒,又只有躯痰作用,可缓解吸烟引起的呼吸道疤炎,痒痛等症状。 而葡萄汁对体弱的病人,血管硬化和肾炎病人,康复有辅助疗效,可以帮助器官制手术患者减少排异反应,促进早日康复,直接饮用葡萄汁还有抗病毒的作用。 像保持身材健美的人们,您知晓的是,葡萄是吃了不容易发胖的水果。 女性每天使用时赖可含有大量维生素的新鲜黑葡萄或绿葡萄,既能达到减肥目的,又有益于心血管健康。 葡萄杆为营养食品,适合感受弱体质者食用,能开胃增健食欲,并有补虚脂肉、疹痛等功效。 葡萄的抗癌作用尤其明显,研究表明,在那些种植葡萄和吃葡萄多的人群中,癌症发病率也明显减少。 这主要是因为它含有一种抗阿微量元素白黎卤醇,可以防止健康细胞改变,阻止癌细胞扩散。 这种在葡萄皮和葡萄子含量丰富的白黎卤醇,是葡萄中最主要的成分,是抗氧化的绝佳食物。 所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是科学的,将葡萄皮和葡萄籽一起食用,特别有益于那些局部缺失性心脏病和动脉中样硬化,性心脏病患者的健康。 而葡萄表皮颜色越呈黑色,含黄酮类物质就越多,对保护心脏作用更好。 葡萄中含的类黄酮,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,可抗衰老。 图一,这样做可以找到我们,图二,这样做可以制定我们,招聘启示。 注意了,老北京都开始招收全职了,如果您想加入我们,请把简历发到下面的邮箱,期待您的到来。 招聘条件,全职作班,兼职勿扰。 二,北京土著,了解北京文化,熟悉北京文化。 三,写作能力强,有较强的文字驾驭能力和创新思维。 四,有些媒体运营经验,摄影经验,采编辑美食工作经验,这优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